作詞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漫天水花 撩到眼前 赤子之心 仍流露半點 即使千二萬月 未見可一見 浪倉之水 力久不見 乾一杯 逐一杯 述一杯 這叫做真心看似 下晚飲運酒 民君可索天 莫笑臥傷定心 霸定心 風定心 經紛紛真心假意 流落在這個網 總是阿達志 流落在這個網 總是阿達志 流落在這個網 總是阿達志 阿達志 心就知道 又是我齊阿哥的時間 上個星期 我們有個倫敦的朋友 胡德龜小姐 他幫我們介紹 分享他讀書的經驗 今個星期 我就調轉來了 我也有嘉賓 這次的嘉賓 不是做在第二節的 我認識了頗多年 我非常非常佩服他 因為我也是有做投資的 但為什麼我賺不到這麼多錢 他每次都賺這麼多錢 我就很羨慕他 因為他有個名言 他有很多佩佩股 賺到都是以佩計的股品 這個人叫做QK 他的網名叫做QQKK QK 你在嗎 在這裡 各位你好 QQK 你先介紹一下自己 因為網民還沒認識你 那我就一百年多 由八十年代開始炒股票 初初都是炒大股多 後期就開始涉獵中小型股 那我就一路炒炒一下 就發覺原來股票 要真的賺大錢 就一定是長渣的 比如剛剛李嘉誠星山講 如果小股東在他上市的時候買 拿到今時今日 如果派息那些他沒有再買回去的股票 就是賺了一千五百倍 如果福息把賺到回來的 派回來的股息 再派回去 就是去到四千幾倍 那另外我有個朋友 他都不是自己炒股票 他買這個 某間公司的港股基金 就是正派的 那他在這個 路布殊打波斯灣的時候 講股恆生指數三千七百幾點 他就買了二百幾萬的基金 那基金每年還要抽你 management fee 那些東西 那他就每年有息派 他就買回去那個基金裡的 那去到波斯 打波斯灣應該是二千年 那時候好像是 那又去到 去到這個 上市股災 2007年 就差不多四千幾萬 嘩 都不錯 那所以股票就要長持一下 好啦 他沒有賣到 那到今時今日又回來了已經 所以股票呢 基本上有部分的股票呢 就應該是長持 嗯 債香港那個上升浪那個trend 嗯 那當然啦 那很軍門的嘛 對於我們這些來講 那手痕 玩些股炒一下 那去到 去到二千年 二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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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七年 那股災之後 那今天風暴股災 那大股就沒得炒了 是 那我摄裂一下 那些世價股 其實呢 當時我呢 就不是叫他做世價股 我是叫做老千股 哦 因為首先你要知道呢 你的對手是什麼人 炒那些股票呢 其實是刀鋒 掠血 是 那 那 名副其實是老千來的 那你知道 老千就不會派錢給你花的嘛 是 他納了你的錢就有錢了 當然 當然是你的袋子含錢的嘛 所以 我買這些的 我就叫做老千股 是 警醒自己呢 你的對手是什麼人 是 那 去到後 去到二 大概 我想是 2010年開始呢 就 就有些叫做賣殼的東西 出來玩了 那 就 有些公司做得不好 將自己的公司上司地位賣了它 那 就叫做賣殼啦 那我就轉了研究這些學股 因為學股的好處呢 通常 新主買了那些學股回來呢 都是準備注資做好它 就不是買回來做老千的 那 所以呢 所以呢 就通常學股 會升上去 那 那 通常那些學股呢 都會有倍倍升的升幅的 但是呢 它們就不是好像老千股那樣 要在高台插水下來 把散戶 那 變成呢 你就可以松容不迫地慢慢走 嗯 那 那就 越玩越精彩啦 喂 倍倍股當然是吸引啦 但是為什麼 我每次 我常常會買不懂賣 好像我的碧桂園 我 很厲害的啦 三個多人錢 鬆一點買到 但是 我不厲害的 我四個客人已經走了 哈哈 這樣升到十幾元 那為什麼 我明明有倍倍股 拿到在手 為什麼我真的放了它走呢 那 心理上應該怎樣克服 才可以達至你 你又賺過多少倍呢 最高 怎樣可以分享給我們聽聽 學一下 其實 你買中一隻股票 你坐不坐到上去 這個是 好考心理質素 還有技術的 其實 那 我最 那隻股票 就是 升了 十七倍 我賺了十七倍 講完號碼 過去的事情 不怕說 那隻股票 它是 由我買入的平均價 就升了二十二倍 我就十七倍 嘩 很害怕 那隻股票 就應該 如果玩開 學股那些 都應該知道 那隻叫做 四三九 現在呢 就是光啟科技 那它的新主 就是 叫做 隱形醫博士 他博士論文呢 就是研究 這個隱形醫的 很可惜 他買了一個殼之後呢 就 沒有做隱形醫 那結果 都是再炒上去 都是 戴上去 沒有 它都掉了下來的 不是我們 吃完之後 它就會是 陰陰樂 都可以走到 當然 沒有說二十二倍 十七倍 這樣的利潤 但是 其實 炒到上十七倍 二十二倍 那你都差不多要走了 還等它嗎 當然 其實炒鶴股呢 有一樣東西 就很重要的 就是你要買得低 買得低 越來越多 就越安全 升了上去 就越安全 通常你為什麼 你會坐不到上去呢 其實你根本就不知道 股票會升多少 是吧 那譬如你三元買 升到四元 那有一元 都幾好啦 是吧 我打算 一年回報二十百分之 那些 沒想過會不會升到五六倍 在後面 是吧 是吧 其實就很簡單 我們坐這些股票上去 其實呢 都是講心理的 那通常來講呢 就 其實最好的 例如炒鶴股 最好的就是 它升了一倍之後 那我通常教的朋友呢 就是 如果你沒有信心的 或者你怕的 那很多人 沒試過 短時間內 就有隻股票升一倍 是吧 那通常我就教它 你升了一倍之後 你就沽了一半它 那剩下的一半呢 就不用錢的 那你就 那你就 將那個子賺位呢 就一路 推上去 當然呢 譬如你炒到 譬如你買一元 炒到兩元 那你兩元 那你兩元沽了一半 那股價停留了兩元 再上的很開心 那 那回回來 那你就設定那個子賺位 就一 抓到那個子賺位 你就走咯 那不是咯 它一路上 譬如它兩元 升到三元 那你就把我的子賺位 推到兩個半 那它不升 不跌穿兩個半 那你就繼續坐著它 是咯 你說對了 因為我們經常都 黑龍不了這點 就是說它 升了上來 跌下來的那一下 震瘡震走了 那怎樣 那就 還沒講震瘡 譬如 升到去三萬 回到兩個半 那你的子賺位到了 那你就走了咯 譬如它兩個下的 那你就不走了咯 那就抓住它咯 它升到上三個半 那你就把子賺位 又推上去咯 再推那個子賺位 沒錯 那我呢 我從來就不猜頂的 譬如你三元買碧桂園 很開心 升到四元 那你沽 你即是猜了頂 那你覺得那個是頂 你就走了咯 那我從來就不猜頂的 我呢就 有個名句就是 猜頂呢 你就錯不了上頂 所以我從來不猜頂 有人問我 喂 譬如我給它一個 看多少 我說我不知道多少 那是咯 我不知道它會 我會賣 因為自己真的猜 是咯 用PE去計算 計算它業績多少 我喜歡計算 那PE計算 你都近傍一些 都起碼有些 渣男 外面有些不是 有些朋友就 不懂得用PE計算 它值多少 但其實呢 就算PE 它都可以 revaluation 的嘛 是 所以其實 根本就 其實根本就 其實根本就 不用理它PE幾多 值幾多 你就用我的方法 一路推它上去咯 升一半 升一倍 就估一半咯 那不用錢 就一路 讓它浮動上去咯 那另一方面呢 我就都看的 不一定是估一半咯 那譬如它 日日 那 好像是1660 那樣 日日的 升 日日 升到沒有回的 那你用不著這麼快去估它呢 其實1660 是最近一種很出名的學股來的 就三月 應該三月尾做GO的 宣佈做GO 都沒有做 就四毛幾指 一路炒到上八個幾 那我有個朋友買了的 那個女士 那她以前呢 就沒有聽過有十倍股這件事的 那她那次問我 那我說你 她買個價很便宜的 她大概是 四毛錢買的 那GO價都四個 四毛八 四毛八 那四毛錢買 那你完全不用怕啦 那我說你很簡單而已 真的 她問我那時候 已經過了一元的 那我說你不用理她 你就會在一元那裡 她回回頭 穿你那一元 那你就走咯 那你一元 那你也有倍幾的咯 那結果呢 這隻股票去到三個九 升到三個九十元錢 就來個大震倉 就震穿了兩元 好像一個九十多的 跟著就即日震完 就回到兩個六 就跟著 放火箭一路上下 即是說震倉通常都跌三四成 很少的 不止三四成 可能跌一半 或者 七八十成 七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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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多人害怕呀 但是呢 又有方法對付的 是 那當然有些心法啦 是吧 是 比如我們讓她坐得多 坐得太久 知道她的花式 那當然有方法避的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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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 有一些情況就是 明明就是 我的素佬最喜歡 猜業績 很厲害喔 猜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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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些情況又 又怎樣解決呢 其實她是 是 是不是又想震我走呢 那 那通常你買的那些 當然是正經股啦 不是跟我買的那些 那些學股啊 那類的啦 那說業績 那會不會 未炒業績 即是未出業績 也炒上去呀 那 有沒有注意這樣啊 那 有個 有個 example 很typical的 以前 就是我很喜歡炒 那隻叫渣打 是 渣打 很好炒的 因為呢 倫敦有事 嗯 那通常香港呢 就列樓升幾萬 嗯 跟著呢 就跌下來又列樓幾萬 即很快又可以炒 短線 很和味的 嗯 那我最記得那次呢 其實我一向說 嗯 股票就不要股頂 股頂就坐不到上頂 那那一次呢 就其實 渣打呢 就一路已經升了上去的了 一路上升 那那一天呢 就宣佈業績 那我記得喔 它通常是中五宣佈業績的 那那一天 那一天好像升了幾百%的 即是大升的 那我11點幾 咦 中五部業績 看法都反映了了喔 嗯 那我馬上就沽了它 果然中五部業績之後呢 就 就 回來了 就好像你講過的現象 嗯 那所以你之前買那隻股票 或者它 到業績宣佈之前那一天呢 就已經反映了 嗯 那另外一個很特別的例子 我想說的 因為炒 以前我們也很喜歡炒一些股票呢 就叫做年年進攻 衰衰來朝的ETC股 即是去按ETC拿錢的 那那一隻股票呢 就叫23號 哦 東亞 銀行 嗯 當時我公司就幫助東亞銀行 那跟那些區經理吃飯 他說他們那些人呢 就年年呢 就九月左右就開始買東亞 嗯 那我就當 芬花紅的喔 哦 這麼開心的 那還要 最特別的提醒我們喔 因為東亞銀行呢 現在就很早報業績的 應該第一 以前是第一間藍炒報業績的 那他說呢 你九月左右買了 那你就坐到去報業績 前個月就很走了 哈哈 千萬不要等報業績啊 那就是跟你講的 因為其實 他一路已經是反映了嘛 對啊 是啊 那另外 我問一下你現在呢 你那裡講完美先 你那個 完了 你那個 說完了 那因為 還有一個問題的 其實現在呢 在網上就很多 有YouTube嘛 很多人都開過台 就教人炒股票啊 教人分析啊 那有些在Facebook 又不斷寫了 newsletter 那你對這些 喂 坊間那麼多 所謂分析員呢 就設管授圖啦 又開班啊 那你怎麼看的 你覺得他們其實信不信得過呢 其實外面講 那些就 就有些可以 有些不行啦 其實根本上 如果可以的 他都不用說啦 是吧 我覺得就是 一般來講呢 如果他 就是不要講派號碼先啦 就是如果真的教得到 有心法的 其實我自己有留意的 我覺得就是 少知有少的 所以這個才是 我今天呢 就介紹 QK哥呢 就給一些 聽眾大家認識一下 因為呢 能夠講到 剛才那些情況 我相信 是很少機會 分享到的 證明我聽說 《星期易得道》 《港產會館》 什麼時候都有得著的 那我就 那待會第二部分呢 我就會 回應一下 因為我自從 我3月回來香港 QK是吧 是3月啦 你3月回來 我做了幾集節目之後呢 就 確實是反應非常之好 那很多朋友問我 喂 歐洲的生活怎樣啊 喂 如果我想找你搞得不行啊 那 但我都接觸不少朋友 那其實呢 就 我想是時候都要總結一下 就是 有少少 叫做心法 因為呢 有很多朋友呢 想過去呢 其實我發覺 我不是得罪 但是有些朋友 我對他個人是沒有 沒有 不是說有什麼看法的 沒有負面看法的 只不過呢 談完之後呢 發覺真的有些人 是不適合移民的 你 你相信嗎 當然啦 我相信 我相信 因為有些人呢 可能在我們香港的環境 太舒服了 那 有些人呢 你發覺他未必 能夠離開這個 comfort zone 因為離開這個 comfort zone 離開的 comfort zone 他去哪裡可能生存不到 都不知道 都不知道 不是說 就是 我有個 我有個例子 我有個 同學呢 他呢 他呢 絕對不會移民的 因為他說他喜歡 到街上吃碗雲吞麵的 是啊 他移民你去哪裡 可以到街上吃碗雲吞麵的呢 所以他呢 就絕對不會移民的 是啊 我們稍後第二節回來呢 QK你不要走 跟我繼續做一次節目好嗎 好啊 好啊 多謝你先 好我們稍後回來 我們和大家聊 多謝QK分享這個經驗 再見 好 我們稍後見 好